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沒有在KT自家的粉絲團裡面開直播 今天是在現代的一些車款裡面開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要改裝的零件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其實以這一台修理車來說 它的底盤已經架構已經比一般的日系車還要來的穩定許多 以我自己開原廠的感覺有點接近像是福特的KUKA 它的底盤都是比較紮實的 那今天測試的需求有兩個 第一個比較希望能夠稍微降低一下車高 第二個部分就是讓它的操控起來穩定度會更好 那其實KT的這個廠牌對這台車的Tussan或者是這個Sportage 因為這兩個車它算是一個軟身車種 它的底盤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Sportage的這部車它的前面的話 配置的引擎是2.0升的柴油引擎 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所以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本質已經相當的不錯 那在KT相對這些車種其實也有下了很多用心的地方 譬如說前面的彈簧 畢竟這兩款車都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前面的彈簧它算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彈簧舒適度的話會比較高 後方的話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所以這部車前面的方式是配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8公斤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狀況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前面一樣是賣花層的結構設計 所以賣花層它前面大部分會有上座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那這款車D617年狀況其實都還很新 上座的話其實都還不至於會壞掉 但是如果譬如說車輪比較久的時候 要再改KT的話 就不用煩惱上座的一個問題 因為KT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了 那這裡有一些離載鑽 它有一個離載鑽連桿的固定點 或者是這些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話KT也都做跟原廠 就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等於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後方的話它的盤花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基本上它的上座 它還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所以這個上座它的零件是要沿用原廠 那這個上座其實它的設計跟歐系車的Golf 或者是現在日系車最新的TNGA的底盤很協近 它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基本上不太會壞 除非我們有像機油的這些油漬 浸泡到這個上座 它才有可能會損壞 因為裡面的話有橡皮 那橡皮的話最怕的東西就是這些油脂 它就會造成它的加速老化 那基本上這個零件不太會壞 所以這個零件KT是要沿用它的機構 這個是後方的上座 這個是後方的頭身 它的行程的話算是一個 行程也沒有特別長也沒有特別短 算是一般型的設計 那基本上它的主名會比日系車還要來得強一點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它的彈簧上方其實它有一塊橡皮 KT的後方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過的上座 這個上座它的形式很特別 所以這個上座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在上座的下方有一個藍色的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有一個旋鈕 這裡側面鏡頭如果拍得到的話 這裡有一個旋鈕 由上往下看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這裡是一個調整軟硬的一個機構 那車高的調整就車主比較難DIY 因為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今天預計前後面大概是三指半左右 原廠的話八指大概是四到五指幅 所以今天又要大概降低兩指 大概三公分左右 其實也沒有降的特別低 大概三指幅 那這個調整機構 以這台車來說 最低的話大概可以到達一指多 一指半左右 最高的話大概跟原廠差不多一樣高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統身它也能夠調長短 可是後方的懸吊 它調長調短 它並沒有辦法來改變車高 車高的取決 一律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這個統身的長短 它只是來取決像它後方彈簧的預載結 我們如果把統身說得太短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那就一定不好做 後方的彈簧大概壓縮的距離 大概三到五米米 剛剛有碰到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結構系統 那後方我記得我看一下這台車 後方的話它有一個偏心螺絲 那個偏心螺絲 後輪的camper呢 也能夠微幅調整 所以這個底盤架構 後方來說 降低下來 能夠調整 所以不太會有失態的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是哪一邊 好 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椅 它以KT來說 這部車 Sportage 跟Tosan的話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KT有在做了一條 專用的彈網 來讓這部車來使用 它的上座 是在這個飾板的內部 所以如果阻力的話調整 Tosan也好 這部車也好 它都是藏在這個飾蓋的裡面 所以需要把這個飾蓋 稍微掀開之後 才有辦法來調整阻力 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後氣孔 這個飾蓋 它其實如果下雨的時候 它的水會從這裡流進去 跟我們常常施工的Civic八代 九代一樣 所以上座的話 會建議 安裝完畢之後 在避電器的上部 像來工廠這裡安裝 我們都會突負一點 很高檔的防鏽油脂 那一瓶的話 一直三千多塊是 福士的鋁一千一 這個不只是防鏽 而且還會耐高溫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像這樣有一個透氣孔的上座 這顆是2.0升的柴油引擎 節能效果很棒 現在的集團 這大概八年十年的 進步的幅度 大家應該都很覺得很厲害 那前面要特別介紹的 應該算這一條彈簧 一般來說 以改裝電線器的話 前面配置的彈簧 它會是一個直捲型的 但是圖上也好 Sportage也好 或者是其他車系 畢竟呢 它算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應該要兼顧到它 所以大部分應該要有舒適度 所以像後方的話 如果配置的是直捲彈簧的話 它的反應回歸會比較極些 所以舒適度的話 操控性相對比較好 可是舒適度的話 相對就比較沒有辦法兼備 那這一部車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一個 葫蘆形燈簧狀的彈簧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相當相當的好 那當然啦 這樣的彈簧公斤數 它已經比原廠的彈簧磅數高出很多了 所以在過彎的時候的側傾的抑制呢 就會比原廠好很多 那側傾的抑制變好了之後 駕駛的信心度就提高 所以相對它回饋回來的路感 操控感就會比較直接 所以這個是KT改裝電線器 改裝之後能夠帶來給車主 不一樣的駕駛感覺 前面的話 這些離載船的固定點 腳架的部分呢 離載船的固定點啦 油管固定架 ABS感線呢 這些都是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 這個都是KT還蠻用心的地方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 跟後方就不同了喔 前面的話它是賣花層 所以直接把銅聲拉長之後 它車高就會變高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彈完了預載 KT在出場的時候 都已經設定好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不要動喔 我們唯一要更動的地方 就是這個腳管上方 這裡有一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逆時針懸鬆之後 它的長度就能調長調短喔 今天的話前面車高 大概會降到大概30V左右啦 原廠也大概40V左右 前面的話會降低大概到30V左右 所以它能夠調高調低的範圍啊 其實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半到一只左右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很寬喔 而且不會因為調高 它要壓縮彈簧就變硬喔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都差不了多少 那阻尼的調整 會先建議車友們 如果沒有接觸過改裝避震器的話 在調整軟硬度之前呢 第一件事情要先確認好胎壓的部分 像日系車、韓系車 在駕駛座門打開呢 在B柱的下方都有一個胎壓建議 像這個輪胎是225、60、17、18吧 它的胎壓等胎壓大概33左右 大概33左右 千萬不要打得太高啦 原廠的避震器呢 你把胎壓打高也許也還好 因為它的容許範圍會比較寬 但是改裝避震器它的彈簧磅數加高了 所以胎壓的敏感度就相對的很被顯重要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軟硬度的部分 那調整軟硬呢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可以做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這個是調整軟硬的方式 那車高通常會交由即時來做調整 那至於用料部分的話 KT這個品牌它所使用的主民油啊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200L進口的一個IP的主民油 意大利IP的主民油 如果有很熱血的車友是要騎大型重機的話 意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叫Aprilia 它的前叉還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民油 跟KT都是一樣都是很高檔的一個油品 那在耐久度 避震器的耐久度最重要的一個檢核的零件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我們所使用的油風 這個品牌日本有 這個Sportage的話 日本最大的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Tim也有做吧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歐環 還有裡面的一個專用的避震器的油風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品牌的話 Tim的話也是使用這個品牌 所以整體的話 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改裝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即便用料用到那麼好 也是有可能開個幾萬公里 五萬八萬之後它有可能會烈化會衰退 但是不用煩惱不用擔心 因為KT都有辦法來針對 任何一個零件來做替換 甚至是用了好幾萬公里之後 總也有烈化了 也都可以翻修的 而且我們KT的一個經銷的體系 北區的經銷 中學的經銷 南部的經銷電機 我們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 來做試乘 試乘之後覺得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請跟我們的KT的小編 或者是在文章上方呢 都會有留一個公司官方的LINE 也很歡迎大家用LINE跟我們聯絡 OK以上是今天 KIA Sportage 2.0聲才有引擎 安裝KT避震器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